大家好 我是赵璐 欢迎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周六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 包含六项政府支出的法案 包含4675亿元的一篮子计划 使其成为法律 并避免了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门 支出法案得到了国会参众两院的 民主党和共和党高层的支持 代表了议员们的一项重大突破 此前几个月 他们一直在使用权宜之计的法案 来避免政府在最后一刻关门 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上周表示 在国会最终通过更新的资助立法之后 各机构将继续正常运营 并已停止了政府关门的准备工作 不过支出法案的谈判工作还没有结束 议员们仍需要在3月22日的 第二个截止日期之前 敲定并通过第二批支出法案 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声称 在首批支出法案中获胜 这包括了为农业部、商务部、司法部、 老兵事务部、能源部、内政部、交通部、 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以及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军事建设和城市发展部 等其他联邦计划提供资金 该法案本周早些时候 在众议院率先获得通过 参议院周五晚间 以75比2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该法案 该计划将支持一系列广泛的计划和措施 包括雇用新的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和铁路安全检察员 老兵的医疗健保和福利 旨在增强美国经济竞争力 以及特别在人工智能等领域与中国的竞争 和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维吉尼亚州警方表示 一架小型飞机昨天在该州的 英格尔斯菲尔德机场附近坠毁 造成四名成年人和一名青少年死亡 据联邦航空局说 这架双引擎飞机于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左右 在机场附近坠毁 据警方说 这架飞机是一架私人飞机 坠毁在机场路6200街区的树林里之后起火 巴斯郡颖警长办公室表示 其911中心于下午2点58分接到电话 称温泉市的英格尔斯菲尔德机场 发生了坠机事故 警长办公室 弗吉尼亚州警察局和温泉市的消防救援部门 已被派到现场 弗吉尼亚州警方发言人科林·盖勒说 目前来看 机上有四名成年人和一名青少年 包括飞行员在内的五人当场死亡 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正在调查坠机的原因 该州的警方表示 州警察正在与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合作 确认飞机的飞行路线 并确认机上人员的身份 目前事故调查仍在进行 温泉市位于维吉尼亚州和西维吉尼亚州的边界附近 在里士满西北约160英里处 智利南美航空一架由澳洲悉尼飞往新西兰奥克兰的客机 在半空中剧烈摇晃 约50人受伤 当中10人需要送医 航空公司表示 是技术问题导致的事故 新西兰先驱报报道 飞机降落前一小时突然俯冲 不少乘客被抛起撞向了天花板 有人受伤躺在走廊 有乘客一数 他临坐的人被抛起 掉下时头部撞向了扶手 当时拳击充满着尖叫声 有人手脚受伤 甚至头破血流 需要固定颈部 这般致力南美航空编号LA-800的客机 周一由澳洲的悉尼 飞往新西兰的奥克兰 航程约三个小时 南美航空表示 飞机在半空 因为技术问题剧烈摇晃 客机按预定时间降落奥克兰机场 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受到影响 要在机场接受治疗 部分人要送院检查 南美航空就这次事故 对乘客造成伤害和不便 表示遗憾 承诺会将安全放在首位 这次设施的飞机 是波音7879梦幻客机 波音客机近年来事故频发 继1月的737 MAX 9客机 起分之后不久 门塞飞拖 上周载有777客机轮胎 在空中飞拖 以及737 MAX 8客机 冲出跑道等多宗事故 美国运输部表明 会严格审查这波音飞机 肯兴顿宫昨天在英国的母亲节 释出了凯特王妃与三名子女的合照 却因为照片明显有修改痕迹 遭到撤图 凯特今天为自己修图 引发的纷扰致歉 凯特透过社群媒体X表示 一如许多业余摄影师 他确实偶尔会对照片 进行实验性的编辑 他为家庭照引发公众纷扰致歉 他希望所有庆祝母亲节的人 昨天都过得愉快 英国肯兴顿宫尚未证实 是否将释出未经修改的原始照片 一名王室消息人士指出 昨天释出的照片是威尔斯王储威廉的业余作品 王储与王储妃原本的用意 是在母亲节与公众分享非正式的家庭照 王储妃确实对照片做了微服的调整 这名人士强调 王储王储妃与三名子女 昨天一同欢度了母亲节 度过美好的一天 凯特1月接受了腹部手术 29日出院之后 即未曾现身公众活动 肯兴顿宫没有说明手术的原因 但是强调凯特术后恢复良好 肯兴顿宫只会在情况有显著新变化时 才会对外发布进一步的讯息 肯兴顿宫曾经表示 预计凯特在复活节以前 都不会参与公众活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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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